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大家好 今天繼續跟我們分享一下 女性懷孕期間,經常遇到一些問題 如何用同類療法來處理去幫助 今天不如說說 生了嬰兒之後,產後常見到的問題 可以用什麼療劑去幫助處理到的問題嗎 通常產後很多時候會有些常遇到的問題 第一,在生嬰兒過程 通道,嬰兒出來的地方一定會受到刺激 撕裂或者乳傷 還有其他地方,例如膀胱、尿道 當然很多時候會疲倦 這些是差不多經常會發生的 一生嬰兒,即時有需要處理的問題 通常第一個療劑,通常都會說 有你沒有你,就是安妮卡 生金車 一生金車一般是疲勞、過勞、乳傷、肌肉撕裂 第一件事就是每個人都記住 什麽都沒有,記住安妮卡一定要有 第二,就是烏頭 烏頭有些情況是突然之間無法治療 什麽原因也好,突發性無法治療 人當然很緊張,睡不到,很害怕 突發性無法治療,這就是烏頭的陣營 另外一個就是新的 是新的,都是跟尿道有關 有時都無法治療,試過烏頭 烏頭好像又不可以,或是警方緊張 烏頭好像都一般,試過幾劑 都不行,今天試一下新的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便秘 很多時候橙頭會有很多便秘 這個療劑就是氧化鋁 這就是很嚴重的便秘 而且肝門覺得很酸痛,或者是肝門很痕癢 還有那種便秘是一些很軟的便秘 其實都推不出去的 這就是Alumina這種便秘症狀 還有可能是陰唇出現恆氧 那這個療劑就是蔓延青 Galadium sequinum Galadium sequinum 這個就是蔓延青的療劑 通常是簡單的陰唇的恆氧 還有子宮有臭痛,還有晚上的症狀 另外就是Costicum Costicum是柯性甲 柯性甲的療劑 小便之間突然間滞留 好像控制不了他 他堅持不住 這就是柯性甲 亦是用於漏尿 總之控制不了他 也不知道自己的療劑有沒有出 就漏了出來 這也是柯性甲的症狀 另一種是Coffee Crudum 咖啡 咖啡的人通常比較容易兴奮 敏感的聲音 令他睡不著 甚至腹部有這種痛 通常咖啡療劑 是適合一些高高瘦瘦 行行背背 和皮膚比較暗色黑的皮膚的人 另一種就是馬前子 馬前子通常是腸胃消化 很多氣、腹膠痛、压力向上頂 甚至乎可能是不能呼吸或不夠氣 還有馬前子有一個想去摸便 想去摸但又摸不到 這種女急內重 這種感覺 就是馬前子的症狀 另外就是鱗酸 Posphoricum exidum 鱗酸 通常背脊痛 有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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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鱗酸很累 沒有氣、沒有力 很冷漠 不擔心 這已經太辛苦 太累了 周圍的情緒非常冷漠 有這種情緒 另一種就是馬雅飞燕草 Cephysegria Cephysegria 通常用在30元的時候 有時會用倒管 放尿管 放尿管之後 尿道好像有些尿道發炎 這就是Cephysegria 或者是要切陰唇 陰道切開一點 讓嬰兒出得快一點 這種情況 所以處理傷口 都是用Cephysegria 非燕草 尤其是用倒管 尿道發炎 在整個生診的過程之一 媽媽做了很大量的運動 所有肌肉都很疲累 剛才醫生提過 一定有利無利 第一時間馬上吃掉 散金車 至於其他有些 配合到療劑的特性 大家都可以很安全去使用 在痛療、化療、秀師、胃乳等情況下 都不會影響到小孩的健康 媽媽使用療劑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如果生完嬰兒後 遇到這些問題 就可以用剛才介紹的療劑 所以家中應該是上臂了 有些療劑 出現了這些問題 就可以達到一個及早處理的方法 媽媽可以臭嬰兒 再臭得舒服、順暢 所以家中上臂的療劑 可以幫助任何急性問題去處理 多謝德亞元醫生今天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元醫生做一個預約回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想查詢有關剛才提及的療劑 或其他健康產品 可以聯絡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號碼是28824848 海外聽眾也可以透過Skype 和元醫生做一個網上回診 可以電郵到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尋自然療法於你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謝謝你儀先生 拜拜 謝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